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和大家谈一谈中共在百姓那儿到底还有多少信任的问题 最近呢由于江苏这场龙卷风造成一百多人死亡 很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那么这个呢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中共呢又和往常一样 可以说想发国难财了 或者说想利用这些民众的灾难来发财了 那么于是呢就通过有关部门 这个在北京设立了微信账号和这个捐款账号 结果这些账号开通 两个小时不到就不得不关停了 因为就在这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有差不多七万多 七万多条留言 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 怎么说呢 对中共的不信任性就是骂娘的 那么中共你应该想想倒退十年倒退十五年是这个样子吗 当中国某个地方发生灾难的时候远的不说就说台这个四川汶川地震吧 512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捐了多少钱 可是这些钱都跑到哪去了 你最后给人民一个交代了吗 温家宝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查个水落实出 一定要一查到底到现在查了吗 所以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不是无缘无故的 那都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你中共不讲信用啊 你中共言而无信啊 你中共是欺骗民众的善良 利用民众的善良 那么现在民众不再信任你了 那么你中共不是在自己作践自己吗 你还有多少信任在民间啊 你所谓的依法治国 那么很多人你抓起来以后 去年的709抓了那么多的律师和维权人士 到现在为止马上就要一年了 很多人仍然处于失踪状态 聘请的律师你不让会见 甚至把人家律师的律师再抓起来 那么律师的律师再去声援支持的时候 你又去迫害人家 被抓律师的家属到那要求你依法刑事 保障程序正义的时候 你以各种无端的理由拒绝 你说他们被抓的当事人 拒绝原有的律师为他代理 可是你又拿不出出面的证据 你又不让这些律师去跟当事人见面 你可以这样做 暂时还可以这样做 可是你的信用已经破产了 你所付出的政治代价 是你自己所不能估量的 像郭飞雄在监狱里现在只要是那么长时间 大家都在呼吁你给郭飞雄要很好的医疗 而且要允许他保卫救医 甚至郭飞雄本身就是被你们迫害的 你应该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他 可是你装聋作业 另外像考拉一个没有伏击之力的女子 你要关了他差不多一年了 这罪名也是在没有一个程序上 程序正义也没有任何的保障 律师不能见到他 而且最近还传出他在关押的牢里 被性侵的这个说法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在这样一个时代 中共你必须认清楚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你是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关起门来 迫害你自己的一世父母 迫害中国的百姓 你当年向中国人民承诺的民主 承诺的法治 那么现在大家就要求你实现的 那么像乌坎村 从2011年那个时候要求你公布村务 那么你派驻武警进村 那么最后还算在国际的压力之下 你中共还做了假做了一些样子 让他们进行了一次真正的 所相对真正的农村选举 可能这是怎么说呢 很少见的在中国 产生了一个这个乌坎村民选上台的这个村委会的这样一个 在中共所有控制之下所谓的选举的这样一个怪胎 那么事隔数年之后 你现在又把这个林祖殿抓起来 而且威胁他的家人 威胁他的孙子 你不配合我们 不去按照我们事先写好的东西去念着我录像在乡事公布 那我就破坏你的孙子 以这样的黑社会手段要挟他去认罪 你又利用你的执政之便去逼着这些学生 必须代替你的家人签字 指控林祖殿 而你也要求这样的学校 去要通过老师 要求学生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这个 或者是必须做那个 必须做那个 你中共哪来这么个权力 所以你所谓的法治的 说法也很快就会破产 很快老百姓就会 在你任何的时候都不再信任你 那么中共你的话语权 在民间已经寥寥无几了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人民 你不再是最初很容易被你欺骗的那些中国人民了 你的这些衣食父母 现在已经聪明你不知超过多少倍 你不要自己为师 还在想着办法来欺骗老百姓 因此你的宪政法治的概念 现在老百姓通过一个一个的 你的具体做法或者具体的所作所为 已经充分证明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让老百姓真正获得自己的公民权利 通过深圳的警察抓那两个女孩 大家已经清清楚楚地认清楚中国公安系统的腐败 和根本就没有真事 雷洋案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案子 包括你对中国维权律师 维权人士的打压 可以说是完全领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致法律法规而不顾 胡作非为 完全让你中共政权 整个流氓化的嘴脸展现在民众之前 所以中国的百姓 我想现在都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样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 这样一个空气变得有毒了 水变得有害了 食品变得没法吃了 等等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 是不可能长久的 那么自古以来 也没有认可一个王朝 把整个中国破坏到这样一个程度 最近我看有网友在戏称 据他们说是柴靖说的 当然这个有待考证了 有待去证明 柴靖说 你们这些中国鬼子 你们把我们的资源都破坏尽了 那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生活 你们的子孙后代就通通地送到 你所说的正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 资本主义 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去了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怎么办 十几亿人不可能都通过你这样的渠道 来解决未来的生计问题 所以说到这儿 我想和中国的民众说 中国的问题 还是要靠我们中华二女们自己来解决 当然在中国变革的过程中 国际社会的关注非常重要 甚至说在关键的时候 是起到画龙点睛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即使中国的民主制度真正实现了 公民社会真正建立了 也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靠实际行动 来去捍卫 来去经营我们这些被人抢走权力 好不容易得回来以后 也才能够长久地留在我们的手里 因此我想跟朋友们说 其实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谁都可以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也很难讲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哪一个行动会产生蝴蝶效应 哪一个具体的案件能让这个证券垮台 所以其实有太多的可能性 很多事情我们认为它不可能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尝试 我们没有试着去做 一个我们连试还没有试连做还没有做 就先说它不可能 我想这是一种错误和消极的认识 所以很多事情看起来不可能 实际上我们的智慧 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 永远比问题多 所以中国已经到了一个 非变不可的临界点 而且这种变化 是从人们的内心开始的 很多朋友说 我们现在的空间非常小被压得很厉害 是 其实真正的空间就在我们的心里 只要我们的心气足 我们的内心强壮 那么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理想就能够实现 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 你不要觉得你做一点事 中共就会把你如何如何之合 中共在目前这种状况下 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焦虑不堪 忧心忡忡 彻业难免 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数太多的敌 所以可能多少次的喝茶 多少次的二十四小时 这个都是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因为你做一点 推动公民社会 践行公民权利的工作 就会变成劣势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历史长河中 我们也看到任何的一个政治斗争也好 任何一个官民力量的博弈也好 或者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好 无非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正义 第二个条件就是实力 其实目前来讲 从正义的角度讲 中共是绝对处于劣势 而且不是一般的劣势 是非常的劣势 百姓这边是可以说是 站在道义的一边 但是就实力而言 那么很多民众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那么实际上呢 我觉得其实民众的手中 有非常强大的实力 这个实力不仅仅是指军事实力 有很多其他的资源都可以用 那么有的朋友说 我们有什么实力啊 我们说句话就会被 被删铁封号 可是大家你想想 中共为什么要删你的铁 要封你的号啊 正是因为你说到点子上了 正是因为你说的有用了 正是因为你打到中共的害处了 打到中共的痛处了 打到它的要害了 工作做到点子上了 它才会去删你的铁 封你的号啊 如果真正没有用的话 它为什么要 你说你的吧 它会忽略你 忽视你 不在乎你 所以由此可见 大家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信心 应该知道 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无穷的 只要我们挟起手来 就会后继波发 让中国社会尽早的结束 这种共产专制 尽早的把被中共绑架的国家 挟持的政府解救出来 尽早的让中国人民走上 和很多民主国家一样 真正享有那种作为人的生活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